美国的新房装修升级应该怎么选才能不踩雷 大家好,我是在罗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跟大家谈一点心得 美国的新房升级通常分为三块 一块叫结构升级 另外一块叫电路升级 还有一块叫装修和电器升级 对于结构性的升级 就比如说把外面的房间包进来 或者把一块开阔的空间改成卧室 就等等等等 这种升级是提升房子价值的 而且这个方案是要报批的 所以后面是不太好改的 所以结构升级建议在建商的设计中心来做 第二块电路升级 主要是升级的灯 还有天花板上预先的布线 另外还有电插座 主要是这三块 那么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够用就好 另外你要看建商贵不贵 就是说如果是不贵的话 你可以多升级一些 如果是贵的话够用就好 另外就是不要做重复型的这种升级 比如说屋里已经有三个电插座了 那么就没有必要加到四个五个 或者是加特别多的灯 这个都是没必要的 重点就是装修和电器升级 这块也是建商赚最多的地方 这里把握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能在外面做的 尽量在外面做 第二个就是要根据使用环境来做 比如说地面的升级 这个在建商是特别贵的 但是如果放到外面做的话 你可能只花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而且这个成本不会加到你的总价里面去算地税 根据使用环境来做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厨房 大家都知道是有很多油烟的地方 那么这个时候 选材料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那种有很多凹凸花纹的 因为这里面很容易寄油 而且擦不干净 像很多马赛克 时间长了 它周围都描出一圈黑的来 再比如说像一些特别高级的个性化的水龙头 这种尽量的谨慎选 因为它容易坏 一旦坏了 你就很难配上 就是相同类型的 就会变得很难看 再比如淋浴的喷头 什么的 这种都是一号品 在外面可以找到比较高级的 又便宜的 而且又容易安装 所以就没有必要花个几千 在建商这里去升级 我的客户我会给您具体的建议和价格的对比 更多的问题欢迎单独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